1999年 一名張系女學生 因為做期謀報告 進入軍事館找資料 卻從此就再也沒有出來過 後來證實 他遭到一名士兵性侵殺害 然而兇手落網之後 他竟然告訴警方 是受到教唆裁犯案 而教唆他竟然是軍事館裡面 收藏了一把日本軍刀 剩下二次大戰時期 南京大屠殺的事件有關 怎麼回事 跟著神秘50日鏡頭一起重回 1999年的軍事館 這起發生在軍事館的尖殺命案 死者是就讀X高中二年級的學生XX 而兇手是軍事館朱衛錦 今年22歲的現役軍人郭慶和 1999年6月 一名女學生離家後就一去不回 她為了學校作業 來到軍事館查資料 遇上了當天看守的士兵郭慶和 郭慶和見女學生讀字藝人 竟起了歹念意圖性侵 女學生奮力抵抗 郭慶和於是狠心將他殺害 再褻瀟屍體 郭慶和被逮捕後 向警方公稱 他是受到教唆裁犯案 但離奇的是 教唆他的竟然是館內的一個文物 像他所有有講 他說我待在那裡面 軍事館裡面 那個以前日本殺過人的武術刀那個 有時候是殺過幾百人的那個 他說有時候夜間就會花那個牽光 那甚至有人還聽到有哀嚎的聲音 然後就是半夜聽要弄彩瓶 然後你一去看 那不知道發生在哪裡 一把二次大戰留下來的軍刀 究竟有什麼特別 真的有如此陰森恐怖嗎 神秘武社區團隊現場來到軍事館 拍攝這項館倉文物 遠遠看就是一把武士刀 但近看其實有一個特殊之處 上面竟然用漢字和平甲名刻著 南京之意殺107人 原來這是一把曾參與 南京大屠殺的可怕殺人工具 仔細看這把刀 還看到刀口有殘缺之處 似乎是使用過度 刀身受到損傷 但又是什麼原因 讓刀的主人炫耀似的 刻下殺人紀錄 1937年二次大戰期間 兩位日本軍官 野田翼和向井敏明 竟然展開了一場殺人比賽 互相較量誰殺的人多 瘋狂行徑 誓人命無草戒 冥滅人心的遊戲就在南京展開 幾個禮拜內 我生生的人漸漸變成 結上一句句的屍體 到處都是鮮血 愛叫聲 多少人成了倒下冤魂 因為南京大屠殺 不要說5歲 3歲 連剛出生的嬰兒 甚至還沒出生都被殺 因為有些嬰兒直接被剖掉 然後孩子被拉出來 對 所以你就看到 那個千百巨殺那邊 整片都是那種心 你就覺得說那種心變得很沉重 那你去中華門 你會感受到那種 有一種你聽不到的聲音 那種哀嚎的聲音 大屠殺結束後 南京估計有30萬的罹難者 刀上的107記號 意味著上頭 沾染了107條亡死的生命 而此大戰 日本戰敗後 一位負責受降的國軍軍官 從日軍手中 接收這把燃血的軍刀 當下立刻感受到 一股毛骨悚然的氣氛 刀上隱約散發出一種責任的陰氣 後來政府牽台 動亂間軍刀輾轉 有另外一位軍官 魏秉文中將將這把刀 帶到了台灣來保存 以為只是歷史文物 放在家中收藏 卻沒想到魏秉文中將的 小兒子魏亮 因此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小的時候 我曾經拿起過這把軍刀 然後這把軍刀 他當時就試著這樣劈著 在這樣玩 其實玩的時候 他一劈他就覺得怪怪的 什麼手裡頭好像沾到什麼東西一樣 結果一看 那手裡頭居然都是血渣 魏亮的手只是握住刀柄 並沒有被刀刃切傷 在去拿刀之前也都沒有外傷 但就這樣短暫的接觸 手竟然就出現血跡 那是表示說當年 是不是直接把刀柄上面 凝聚了非常非常多人的鮮血 然後還凝聚在這上面 這不可能 因為隔了這麼多年 早也應該掉了 按照常理 即使刀柄曾沾染到鮮血 經過這麼多年也早該風乾了 但沒想到後世的人碰觸到 竟然還會滿手血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但是因為你這個刀殺了很多人 你接觸過很多的屍體 這個血 所以你本身這個刀劍帶有煞氣 那為什麼你會看到 就是因為你本身的磁場 跟這把刀劍對上了 所以你會看到上面有血 但是你真的拿回去人家 才這個沒有了 以民俗角度解析 這一把刀扛著107條人命 累積了許多煞氣和怨氣 因此這些氣 會用最不經意的方式 來顯示冤屈 手上的血字 或許就是刀下冤魂的痕跡 因為不知道這把刀 當初到底是屬於哪一位 因為也不是像簡明明的 也不是野田藝的 可是很多人還是生性不疑 它是一把兇刀 為什麼 你半夜會發出這種哀嚎聲 你握住刀柄 會有這個血渣出現 表示他已經累積了 非常非常多怨恨的靈魂 究竟這把刀 是否真的承受了 陰氣和怨氣 因而產生了邪惡力量 教唆犯罪 或許只是命案兇手的 推託之詞 但無可否認的是 這一把日本軍刀 刻著殘忍的殺人記錄 悲慘的回憶 也因此回之不去 儘管已經這麼多年了 仍然給後世留下 陰森可怕的印象 但藉由探索文物遺跡 我們才能濟起戰爭的教訓 避免再度損失 更多無辜的生命